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在前几期呢 我讲到了中国的粮食储备问题 讲到了中国的粮食危机 如果发生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最近看到了网上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中共临下州委办公室的 它上面写说 3月17号的时候 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 就粮食安全工作进行专题安排部署 它说这个州委 州政府和各县市 要通过多种渠道千锋百计调运储备粮食 牛羊肉 油盐等各类生活物资 同时要引导动员群众自觉存粮 确保每户储备三至六个月粮食 以备不时之需 最后文件标注日期是2020年3月28号 这个文件现在无法核实它的真伪 但是对于中国的粮食危机问题 和粮食储备够不够的问题 现在已经等于说拿上了台面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 我们先看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 很多国家现在都已经禁止粮食出口了 比如埃及未来三个月禁止任何豆类产品出口 哈萨克斯坦也禁止出口小麦胡萝卜 越南也禁止各种大米产品 越南也禁止各种大米产品的出口 还有泰国禁止 还有泰国临时禁止出口鸡蛋 还有塞尔维亚柬埔寨等等 这些国家都已经开始禁止粮食出口 这说明很多国家现在在担心自己粮食储备够不够 这就像很多地方禁止出口口罩一样 现在都在担心自己够不够用 那么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当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窍米的窍米来家面啊 窍米窍油啊 我跟了 我跟了啊 窍米啊 你看那个买米的买油 这个看嘛 买米的买油的 像那个糊糊的 把米的 把小时的铁油都想空了 哇 还没有 所以这份中共的秘密文件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我们看到连新华社 新京报这些官方媒体党媒 都已经开始报道相关的信息了 你知道中国的媒体很多都要反着来看的 它如果一再强势粮食足够用 粮食非常的丰富 那么就说明它有可能是粮食短缺 要不然它不会特意强调这一点 在历史上已经发生多少次 从人民日报开始带头撒谎 带头来欺骗 最后造成严重的饥荒 现在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客观的来讲 中国确实有庞大的粮食储备 但是有个问题 第一 你不知道这个储备的具体数目是多少 中国的造假的数据 比比皆是 连GDP都是造假的 就业人口失业率都是造假的 何况这个粮食的数量 第二就算是它的粮食储备是足够的 像广东说它可以持续半年时间 对吧 还有一些城市说可以持续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在打个折 三个月 它哪怕能够持续三个月 那三个月之后怎么办呢 三个月之后如果没有新出现粮食的话 是不是大家都要饿死呢 很可能出现一种现象 就是像它官方说的主粮食充实的 比如说水稻小麦 基本上你在家就只能吃米面了 中国人很可能会面临一个 你吃不上肉的这个现象 现在其实已经在很多地方 都已经买不起猪肉了 未来可能不是你买不起 而是根本就买不到猪肉了 因为中国对粮食进口 特别是对大豆的进口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饲料的作用 所以如果这个粮食危机爆发的时候 中国人面临的现象就是 只有一些馒头可以吃了 没有肉了 到后面是不仅没有肉 连馒头都没有了 总之它肯定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到时候它一定要 对这个粮食分配的体系 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 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些地方 可以铺上浪费 有些地方只能吃窝窝头 它一定是要大家都平均下来 大家都能够有饭吃 但是同时都吃的不多 那这种新的分配制度 实际上就是走回头路 就是毛泽东时代曾经搞过的 统购统销政策 按照中共中央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 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 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 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 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 或经中央批准 就是说你没有自由买卖了 你完全是全部上交国家 国家再来分配 最后扩展到除了粮食以外 其他的一些工业用品 也是这么做的 也是统销统购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 中国的农民处在一个半鸡半饱的状态 鸡一顿饱一顿的 但是他们给中央上交了 是大量的粮食和一些工业用品 那么这之间形成了一个剪刀叉 据后来的专家学者的估算 在这个统购统销 一直到改革开放过程中 剪刀叉最高达到7000亿人民币 那这些钱用来干嘛了呢 用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这些钱用来制造重工业 用来让卫星上天 为了维持共产党的 在中国的绝对统治 去跟欧美去抗衡 花这些钱放在这个上面 而让普通老百姓饥贫饥饿 那么这种曾经走过的路线 眼看着在中国要重新再走一遍了 我们看到2018年的时候 新花社一条新闻说 全国95%的乡镇又有了供销社 说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 合作经济组织 主阵地在农村 五年来我国恢复重建 基层供销社一万多家 总数超过三万家 乡镇覆盖率从2012年的56% 提高到目前的95% 这种供销社重新建立 它其实就是为了未来这种 统购统销来做一个铺垫 未来就可以真的去征粮了 就真的可以从走回头路了 请问到那个时候 哪有什么不挨饿的情况呢 那么你说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是不是家里存粮就管用呢 当然是某种程度上 你对这个政府是不能相信的 你只能相信你自己 但是有个问题 网上我们看到一条消息 在海南的一个女的 就是因为在微信朋友圈里边 微信的可能家庭的群里边 跟她的亲戚说让大家去买米 就因为这句话 导致她被警察逮捕 我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想那么多啊 如果是我警官看到考虑多的话 我也不会发这个信息的 他说你们买米吃的话 赶紧去买米 人家大陆的米不尽头了 就这条发了 然后就爆了 他们那几个人说 赶紧买米赶紧买米 所以我也买了 就是好心地提醒我的家人 说他们让他们去准备一些 我准备一些也是为的好了 中国无论在任何大灾大难面前 他缺过米吗 缺过吃的给你们吗 因为你一条信息 造成社会动作 大家都去抢 大家看到警方对着你的训诫 说中国在任何时候 任何大灾大难面前 问他说缺过吃的给你吗 稍微有点记忆的人都知道 曾经发生过多么严重大饥荒 很可惜中国人是没有记忆的 没有记忆力 他的记忆力是短期的 他只认他眼前这段时间 但是如果你目光这么短浅的话 只知道眼前和自己 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以此来进行判断的话 特别是那种宏观的判断的话 往往是错的 这个为什么学历史特别重要 这个为什么我第一次到了国外 我读的书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史 我记得是陈勇发写的 中国共产革命70年 我为什么要去读党史 因为在中国你不能了解真正的党史 它不会让你知道 很多人说今天的共产党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事实和整个趋势已经证明了 共产党还是共产党 它没有改变 它的本质上不能因为改革开放 因为某种程度的接收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它这共产党的本质就有改变 它仍然是一个从上到下 极权的列宁主义政党 它的逻辑 执政逻辑和它的生存逻辑 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这期的公子视频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我开通了会员功能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观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